南威林还有这个天才子徐第一步做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 他们叫做这个三南基楼 是谈平化网站的构建 他们把这个演讲分成四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的思路 一个是地名的采集 一个是网站的呈现 一个是未来与困难 那他们呢 把演讲稿拿出来读一下 稍等 OK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项目呢 叫做三南基楼 这是一个关于福州地名的一个项目 但我们不仅止步于地名 更希望通过合作等方式 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平化网站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 如果有任何疑问 也欢迎指出 我们会容易解答 相信对平化保护工作 比较了解的朋友 对戳编网这个名字 一定很熟悉 戳编呢 是一个在线 平化词典样式的网站 限于字词 在传统节庆的时候呢 也会发出科普 节日的一些习俗 食物的读法 平常的时候 还会推送一些福州的古迹介绍 和文化掌控 但很久之前 出于某些原因 就停止了运营 因此在平化网站 这样的平台上 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 所以我们才希望说 去做这样的网站项目 利用互联网做好宣传 这样的平化网站 或者说平化平台的初步任务 就是地名的项目 这也正是我们着手正在做的 地名的采集流程 是按照流程图上 这样一个顺序进行的 首先是检阅地名的信息 检阅地名信息 就是找到书籍等资料中 去寻找地名的原始数据 比如说名称 归属 地址 平化字等等 我们把这些原始数据 先录入数据库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 目的地的名单 接着我们就会按照 这份名单实地去确认资料 也就是流程图上的第二部分 实地确认名称 地名信息 确认名单上 地名存在的同时 也会将当地存在 但不在名单上的记录 说就是深改错误地名 增添失收地名 在一步完成后 就会开始采集地理数据 这就包括当地的图像 坐标等信息 然后再寻访当地居民 记录地名的读音 历史变迁等资料 这样的数据经过审阅无误后 就可以在网页上呈现出来了 可以听得见吗 大幕好像有说声音有问题 可以听得见 可以听得见 好的好的 刚刚谈及的地名 采集流程的第一步 是检阅地名信息 我们手上目前所有的参考 主要是福州市政局地名手册 福州市地名录 福州市地名制 福州市市区新旧门牌号码 对道编绘这几本书 这几本书相互参道 内容类别还是覆盖得很全面的 但是这几本书都只收录了 福州城区的地名 甚至连城区的地名都收录不全 所以当前我们也缺少这样的资料 特别是周边交信的资料 因此我们希望 如果有相关方面资料的线索 也向我们提供一些 十分感谢 接下来是网站的呈现方式 这个页面中的图片不只是样例 只是样例不是最终结果 这两张图就是我们所打算呈现的方式 是以表格的这种方式 地点信息分为编号 名称 罗马字区 第一分类 第二分类 坐标这几个属性 同时一个地点还会关联到多个的录音 如果有建议呢 也欢迎向我们提出 刚刚提到的地点 关联到多个录音 左边呢 是地点信息已经介绍过了 即 音频 主要包括关联的地点编号 发音人籍贯 发音人出生年份 录音记录时间这几个属性 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下地点编号 这个编号系统只是目前的一个设想 可能还不完善 如果有更好的方案 也可以向我们提出 以股东街道为例 四字写着股东 但我们可以从编号中知道 这个股东是指股楼区的股 或是股楼区的股东 我们这就来解释一下 地点编号是 机位数字 前两位呢 用于标记 即五区十亿 十五个区域的归属 相应编号呢 也已经 第三位 是第一分类的标记 暂且分为六个大类 行政区画 道路 村 人工建筑 自然实体 历史性 第四位是第二分类的标记 是大类下的小 相应编号都罗列出来了 最后三位就是一个顺次的编号 所以编号为 0111003 股东就是指股楼区的行政区画地名中 街道等级的第三个地名 所以它指的一定是股东街道 这个地名编号呢 还需要调整 也欢迎提出建议 讲了这么多地名相关的细节 还是要回到地名采集的意义和作用上来 对于日常生活来说 就是在用编号交流的时候呢 遇到地名就切换成普通话 或者说别人用编号向你问路的时候 你感觉他说的地名云山照雾 或许有 或许根本就不是用编号 相信能够听到这里的朋友呢 不是想学好编号的 就是对家乡文化爱的生成的 那么学好编号地名的意义和作用 一切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在地名收集 也会跟进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方志的查阅 古地名等等 我们希望呢 不仅限于此 更希望构建出一个综合性的 完整的平化平台 如果有相应的一些想法或者建议呢 可以都向我们提出 万事开头难 接着会更难 这样的项目所面临的困难呢 我们也不得不提出来 首先一个就是刚刚已经谈及的 原始资料的匮乏 第二个是任务比较繁重 人手比较少 第三是专业的水平低 缺少很多技术上的支持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提供帮助 或者是给出建议 我们都不胜感激 参与到队伍中来 只要你具有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之心 与客服困呢 我们都欢迎 谢谢大家 好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来提问 你先不要关掉那个 分享 是这样 那美琳说他会看 他会在这个 他也会这个现场的进行打语 那美琳 OK OK那你先问 读出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 哈迪耶的问题说 如何招募发音人 对于这种历史典故难以查找的地名 会如何处理 其实 难以查找的 哈迪耶你可以 你可以稍微解释 问题有什么意思 就是你说难以查找的 点估 就是 这样子地名 在讲期的时候 是有非常少要找到的 对 然后查找到相关的信息 因为像我出中校的时候 有一个他搞了这个地名研究的项目 他把这个 转圆进地名的 但是他在查找过程中 就碰到这样 就是网络上没有认识 而询问当地人 就是在这一带居住 居民 就是说 资料后来是非常难查找的 就是说需要给专家 然后查个大 目前呢 当然在使用的 很多人不知道 历史点或者说历史情况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团队将会去如何 你这 阿迪你那边的网络好像有一点问题 你等一下能不能视手机热点 来连到电脑 因为你的声音比较卡 然后 别的问题 问题就是说 你觉得就是说 这种像 转圆进这种的 那个 以你自己经验来看 他的这种 点故比较难查找 就是说 他这团队 有没有一些 计划 方法来去 去研究 这些历史点故 是吗 他在那个微信群以后 然后蓝卫星 他自己会在那个微信群以后 回答你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之前江红的 这个 有些人他来不及提问 所以说 到后面 现在有问 他说这个 风牙洗娘这个项目 在哪里 可以看到结果展示 江红你能回答一下吗 谢谢大家的提问 风牙洗娘这个 口述历史项目 现在已经是完成了 调研阶段的 数据收集和访谈 那么目前是正在进行 书稿的撰写 月份 这个书就会推出 那么因为涉及到 版权的问题 所以其他的信息 暂时不能够在 网上公开 但是来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 配套的网站 包括这个 访谈的内容 包括整个访谈的 就是过程当中的 一些细节 都会以网站的形式 包括一个PPT的形式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关注 谢谢 那我再follow up一下 就是会不会有 那个录音分享 录音是有的 它是福州化 但是就像我说的 它不是 就是到时候 我们会争得 当时受访人的同意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这些都可以 给大家作为 它主要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 比如说他们 喝彩的一些诗 如果你们到时候 有需要的话 其实他们 就是几位受访人 非常愿意 就是为大家录制 专门的这种 喝彩诗 包括他们的 一些古老的歌谣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也可以 包括我们其实也希望 能够有专业的 纪录片的团队 能够来给他们 做这个拍摄 包括配在 这个书的光盘里面 我们都会有 这方面的考虑 如果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和我们联系